二零二一年四月 台鐵泰魯格號在清水隧道前 撞上了滑落軌道的工程車 釀成了台鐵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死傷事故 台鐵從去年底開始 建置電子輔助瞭望員 由高雄科大開發這套預警裝置 目前全台有七處完成安裝 在列車靠近的時候 鄰軌人員都可以接到提醒 來作為人工瞭望員的輔助 偵測到列車靠近 電子瞭望員發出刺耳蜂鳴聲 同時鄰軌工地的工作人員 身上佩戴的感應器也會震動提醒 避免因為工地吵雜 忽略列車即將接近 台鐵在泰魯格事件之後 全面檢討鄰軌工地管理 去年開始和高雄科技大學合作 開發出能及時感應偵測 並提醒的電子瞭望員裝置 開發單位考量 臺鐵鄰軌工程複雜多樣 因此通訊設計採雙軌制 一旦電信系統收訊不佳 還可仰賴無線電波發射 維持通訊順暢 臺鐵目前在全臺七大公務段 先選出七處工地來建置 不顧電子瞭望員取輔助人工瞭望員的備員系統 短期內不會取代人工 預計在二十二秒的一個 一個反應的一個時間 那這二十二秒依據我們列車 最高速度一百三十公里來計算的話 我們這樣子一個計算 我們會在我們的偵測的儀器的部分 會設在大約距離工地 八百公尺左右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二十秒的一個時間 電子瞭望員裝置可因地置疑 固定在電竿或是平面牆 也可以佈設在腳架上 若零軌工程在車站內 也會像這樣再設置一處接收器 臺鐵表示目前電子瞭望員系統 已經完成測試 後續將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今年底前逐步導入零軌工程 若示範效果不錯 就會擴大建置 既有綜合報導 就是現在的字幕 我當時機的轉中 現在的逆轉中